梁静芬打来的 什么事 他人现在就在我旁边 没有 好 我知道了 他说了什么 梁静晨跟他爸大吵了一架 把所有事情都讲开了 吵完之后 他离开家说出去冷静一下 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回家 又没有带手机 所以吵架的结论是什么 没有结论 不过他爸打了他一巴掌 去哪儿 找梁静晨啊 他其实都找不到他 你要去哪里找 再说 这不就是你想想的结果吗 关恒伟 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陪你完成你想做的事 我这边是不想要 christ 我来说的 我这边是个乡子 我这边在做梁静晨 我这边是个乡子 我这边是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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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会让你走 关恒伟 就这样闯进我的视线里上演就像表演 你在讲谁 就这样闯进我的生活里过着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好像跟世界错觉 你没事吧 每一个瞬间 都是你我深陷到醉的画面 却不自觉地一再回味 想你想到不敢说 突然想见你每分每一秒 想要抱歉你所有的嗜好 突然想见你阳光般的微笑 原来是爱的预兆 突然想见你爱那一遍 你想用象棋来分胜负 三战两胜 输家必须无条件答应赢家的条件 还是你不会下棋 我当然会 三战两胜 如果你输了 就要主动地解除合约 就要主动地解除合约 梁伯伯火气不要这么大 轮到你了 就要主动地解除外 将军 你输了 书营还没定论呢 好 再来吧 我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三战两胜 愿途服输 我没有不服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 你要静晨继续装你的男朋友 继续帮你骗你奶奶 你说错了 我没有要静晨继续装我男朋友 帮我骗奶奶 甚至直接终止合约也没关系 你不要他载女干男装 那你要干什么呢 我想要你答应贷款 帮静晨买下这间店 老公 我没有听错吧 他竟然是要静晨买下这间面包店 面包店对静晨来说太重要了 重要到他愿意违背自己的原则 答应我女伴男装的要求 欺骗我奶奶 虽然现在破局 就算没帮到他的忙 也不能毁了他的梦想 从明天开始 你不用去公司上班了 一切到此为止 还有 我欠你一句对 谢谢你 谢谢你 所以他真的不会再进公司了 永远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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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快点把座椅撤掉 为什么要撤掉 你怎么会来 因为我好想你啊 永远永远有这么短 我真的没想到 你会再次出现在这里 我以为面包店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我对你的承诺都还没做到 怎么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 所以你是强力要求你爸 是使用一些威胁手段 还是又哭又闹又撒娇啊 都不是 是我爸让我回来的 你可以不要去面包店 请去逛上班吧 你要我回去上班 你的意思是 我可以回去帮恒伟啊 他说得对 面包店是你的梦想 你可以为了它违背原则 我是你爸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 他为了成全你 可以舍弃自己的利益 这倒是让我蛮感动的 所以我想 帮他一把 算是包打吧 所以你不反对 我继续女方男装 去欺骗奶奶 这一次呢 你可以不用迁就 因为左谋是我 是我让你们继续的 所以有错的话 就是我这个老爸的错 爸 像你这么乐观又善良 对人总是无条件地信任 然后又全力以赴地去努力 是因为 你先长在一个 非常幸福 拥有很多爱的家庭 我可以爱你 你以前的人生 我参与不到 但往后的日子 你会有我 既然你这么好学 那为师的 就再多照你一照 好啊 教我什么 男女之间心动的必杀技 摸 头 杀 我哥办公室就在这里 我抓头 我让你摸 那我摸一下啦 我等一下再帮你抓回来就好了 只有我 好闪喔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